韓運大世界來關心 歐洲議會選舉9號投票結束 法國總統馬克宏所屬政黨慘敗 給國內級右派 馬克宏隨即也宣布解散國民議會 提前改選 歐洲議會選舉9號結束 法國級右派國民聯盟世系大政 出口民調顯示 國民聯盟得票率31.5% 是總統馬克宏所屬政黨 復興黨的兩倍之多 選舉實力馬克宏抛出震撼彈 宣布當天解散國民議會 如果國民聯盟成為最大黨 馬克宏恐怕被迫提名 國民聯盟的人選出任總理 接下來三連任期 就必須想辦法跟其右派共存 極右派崛起 德國另類選擇黨 也以16%的得票率越居第二 荷蘭跟奧地利的極右派 同樣大有斬獲 儘管歐洲議會向右派傾斜 但720席當中 中間派仍掌控大約400席的絕對多數 歐盟職委會主席 范德賴恩所屬的中間偏右政黨 歐洲人民黨 較上界大幅增加13個席次 有望連任的范德賴恩承諾 將在議會建立堡壘 對抗左右兩派的極端勢力 成為了編譯 我們有興趣的 右過去 請按下 請按下 請按下